政治焦点 立法院即将要在明天进行服贸协议审查 部分的民进党立委已经准备要夜宿立法院攻占主席台 并且公布16场公厅会的民调 指出有一半的与会人员还是不满服贸黑箱作业 有7成没有接到政府的沟通询问 这整个民调简单来说就是担心失业 担心公司倒闭 担心人才外流 民进党立委陈其迈公布调查 服贸16场公厅会一半与会人员不满服贸黑箱作业 7成没有接到政府沟通询问 周三民进党赵伟陈其迈排定审查服贸 但国民党团有立委坚持服贸视同自动生效 送立法院三个月以后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就视同已经被查了 所以我们昨天所有的党团大会 所有的我们国民党的委员全部赞成 要求行政院就按照这个法律上的规定 自动生效 全世界所有不管是条约 准条约或自由贸易协定 都是国会保留原则 所以国会绝对不能自断手脚 不是沦为马英九总统贯彻北京意志的机场 我在这边用我的生命保证 怀疑马总统下令要国民党立任党团确保服贸协议 一个字都不能改 但立委李俊逸拿出马总统亲自说 ECFA是准条约的文件 认为民进党排定审查服贸依法有据 国民党现在到底在怕什么 国民党不是很希望服贸过吗 那现在曾经卖排这个服贸的审查 为什么国民党又要阻挡 周三民进党团就要审查服贸 国民党团扬言杯葛到底 朝野服贸角力以触即发 新台湾的电视 沈文童张志轩 台湾台报道